封閉四個月 日月湖再度對外開放 許多家庭把握好天氣 來這滑船體驗 台龍市長林佳龍跟夫人廖宛如 也搭上了愛心氣球的小船 浪漫出航 提前度過兩人的情人節 先過情人節 就是歡迎大家 從過年到元宵燈會 然後情人節其實前後也是我的生日 我們相約在胡心亭 讓浪漫的胡心亭 陪伴大家可以度過一個 溫馨的情人節 就是在寫論文什麼的 所以這是第一次 還滿期待的 不要原地打轉 台中公園中央的胡心亭跟志月湖 是許多老台中人共同的回憶 也有百年歷史 而有感於志月湖的 預計嚴重產生臭味 市府斥資了3600萬 從去年十月份開始 大規模的豐湖進行活水行運工程 並且引進了漢溪水源 也設置了兩座水鋪滿防漢氣 四季都有活水灌注 我們清漁的過程克服了很多的困難 包括要把原來所有的魚類 重要的魚類我們都保存下來 還有以前很多人丟的東西 我們都去找 看能不能找得到 現在找得到還是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這一次不是只有清漁 我們還做了環湖的截流工程 我們經過一年的整個規劃跟執行 現在胡心亭的水已經乾淨了 那我們也看到人潮回來了 那很清澈的湖水 可以看到魚 那又可以有情人在這邊划船 慶祝之樂湖重申 市府會舉辦音樂會 有請到管樂團演奏 來陪伴市民划船游湖 感受不一樣的市區悠閒 我們第一年有看到那個湖底 很清 對對對 不錯啊 我們也是希望台灣工程 可以穿上舊舊保持這樣的乾淨清澈 然後每天可以划船 在十幾年前曾經來划過一次 那我大概在三天前 帶兩個孩子第一次來嘗試 然後划完之後 他們已經愛上胡心亭 然後今天又要求 要再來這邊划一次 經過了大改造 百年日月湖重申 水質也變得清澈不再臭了 而加上中台灣元宵燈會的加持 台中公園也再現百年風華 要造就更多的浪漫和歡樂 就這臨家話 台中裁縫道